你看 那边的教室 就是我以前上课的地方 我之前每天都会经过这条走廊 那个时候好羡慕 能够在校园里谈恋爱的人 我们学校还有一个恋爱圣地呢 是一个莲花池 就在那边 池子里面养了很多小鸭子 有两只小鸭子呢 天天黏在一起 我当时还给他们起了名字呢 一个叫小王 一个叫小八 因为合在一起就是小王嘛 怎么这么坏啊你 我那个时候就想啊 我一定要谈恋爱 这样我就可以和喜欢的人 每天绕着那个池子转圈圈 一边转一边聊天 如果一天能绕个五圈的话 那么我们一年 就可以绕一千八百二十五圈 一千八百二十五 你没有这么多话可以聊啊 谈恋爱不就是有说不完的话题吗 不过我那也只是幻想 目前为止我一圈都没转过 那我们去让让 好 好 池子呢 怎么被填平了 没关系啊 那我们 先去你上学的校室看看 马上就要到了 就是那间教室 就是那间教室 没关系 你看 这就是我以前上课的教室 这么大 五五 五 六 五 七 五 八 五 九 就是这一排 五十九是我的学号 所以我每天都坐在这个认识 就是这个认识 我认识 那你旁边坐着谁 旁边就坐着 我认识 五十号童俩 我认识 是英语课代表 他每天呢就在黑板上面 布置英语作业 但是他每次都会在最后面 留一个英文字母悠 我们大家都不懂是什么意思 直到毕业那一天 我们才全明白了 是什么意思啊 毕业那天 他跟他喜欢的女生告白 那个女生的名字叫林心悠 他们在一起了 表白完之后就在一起了 对不起 好 怎么样 爸 爸 怎么样 好 好 好 這麼晚你們兩個在幹什麼 好